加入醬油、糖、鹽、沙粉 混合後加入麻油 封回雞味就可以醃 最好醃一晚或者幾個小時 今天帶大家神懷完KFC的白汁雞黃飯 又是有一個秘密武器 才會令整個白汁好似KFC的 等會告訴大家 燒葉石鍋先爆香洋蔥 然後爆香雞 之後再加薯仔和紅蘿蔔 先做第一步 煎好多的雞 最好是色仔細粒 不過差不多這樣 有點厚 我選一個這麼小的碗 因為特幅鍋會有蓋 所以直接放進雪櫃 這些碗汁可以吃頂 雞肉開始半熟 又開始有金黃色 可以煮多一會 因為等會煮多一會 都會熟 現在加紅蘿蔔 加紅蘿蔔 多一點不快 有豐富的菲萄A 胡蘿蔔素 對眼睛好 還有薯酒 然後拌勻 這個自製白汁 你可以用金埔雞湯 或者點薯片湯 這就是最簡單 這裏可能是要出去 再買到 我家裡有麵粉 可以先用這個白糖 首先放一些麵粉 拌勻 放大約一湯匙麵粉,攪拌均勻 攪拌均勻後加水 如果再好一點,有雞湯就會好味 加雞湯就會好味,但沒有雞湯 因為煎了雞也有雞油,也有雞味 剛剛好蓋過材料,然後加蓋蓋著 慢火,燜三個字 一邊加牛奶一邊攪,看你喜歡多少 這次要介紹的神器,KFC神還原的秘密武器就是 這兩樣,黑椒和Parsley Parsley是香草的一種,只加這個Parsley 真的超級像KFC,所以攪著這隻香草 最後調味,加上鹽,加少許白胡椒 如果你想辣多一點,黑椒味比較好 有時加上白胡椒粉 調好味後,再加一茶匙白酒 整個味道會有多一個層次 就是這樣 預備了一碗汁,有時weekend 太晚回家也不怕 預備了飯便可以開飯 如果我都覺得我的KFC神器好似 請訂閱,分享,給我們一個讚 拜拜 拜拜